明天就是大家愈乐的日子 南岛首帝京生年会 年载五年结合南岛爱心年议会 和南岛管轮会上单位 作为来基板赏爱心年载活动 为团南岛市和民间匆的学校 提供家境较困难的学生命中 这次统计有98多年载 要将这温暖来赏后又是家庭 一陣子版杜的中泡塞就来到南岛市设定庄 办理九十八度的年菜 另外也还有设定庄南岛爱心连议会 南岛观众会和旧国团人人员来到三天 大家都是便会来做志工 就是为了替南岛市和民间乡学好 加击较困难的学生家庭 准备温暖有更好吃的年菜 南岛市和民间乡调查起来是九十八分 尤其我们这个分数不是说用平民富 我们就是检对我们学校所调查 我们学校的学生有很困难的 有学生困难的但是他没有平民富 所以阿公感觉我们不必用平民富 用实质的艱苦 这样就麻烦到我们的主委老师 送一道年菜来到他的厨房 让他们来可以好好来围绕 每一次总是有非常多 我们教育界的伙伴吸着年菜到家里去 这种对于我们学生 对于社区的关心 就是教育大爱的展现 除了用生心朋友关心的经费 所办的年菜以外 南岛馆農会 也带局生家庭的小朋友 准备他们精心算过的糖啊拼 希望这些小孩都可以欢喜过新年 今年我们南岛县农会 我们这边我们就送一些糖果饼干 让这些小朋友平常 比较少年用钱 趁着年节团聚家庭团圆的时候 我们特地准备了糖果 让他们也分享一下 过年的喜悦跟平常比较吃不到的东西 爱心选手 大家共同 求我来的金钱 尤其今天看到很多志工 有我们姓南岛县农会的志工 也有我们旧国团的志工 还有南岛县农会的志工 大家共同来合力 来办90八度 因为有社会生心人数的关键 让上爱心年菜的外面 可以连三五年都办到现在成功 主办会也其他有灵力的朋友 都可以继续帮忙 有这份爱心可以演奏下去 记者欠事长报道